从古至今,说论哪位历史人物最能忍,那么渝王勾剑排第二,就没有人敢排第一了 勾剑的确非同常人,越国灭亡之后,他被押往吴国,成为吴王夫差的奴仆 在吴国的三年里,勾剑受尽了屈辱和磨难 历经坎坷回到越国,又卧心肠胆,忍辱负重 最终灭亡复国成功 勾剑的奋斗时,折人们借鉴和学习 然而他的人品,心胸和手段就十分的卑劣,甚至令人鄙夷 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战争与牟利,似乎永远都是男人的游戏 或者说男人永远都是主角 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有时候女人在其中则扮演着力往狂澜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到 以天下之至柔,驰成天下之至坚,也就是以柔克刚 老子认为,凡是柔弱的都是强大的 而勾剑之所以能够复国成功,恰恰是因为三个女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前两位分别是西施和正淡 范利虽勾剑一起去吴国所人质,却发现了吴王夫差好色的致命弱点 于是便谋划了一场美人计 勾剑派范利在民间寻找美女 经过层层筛选,范利最终选择了八位美女 但是最出色的则是西施和正淡 这两位女子不但拥有倾国倾城的容貌 而且机智和胆量都超乎常人 更重要的是,忠君爱国 当勾剑第一眼见到西施和正淡时 他便认为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 在他悉心的调教之下 两位美女学获了很多关于礼仪和权谋方面的经验 进入吴宫之前,勾剑职嘱咐他们做三件事 一,沉溺夫差于酒色之中,荒其国政 二,怂恿夫差对外用兵,好其国力 三,离间夫差和吴子虚,去其忠臣 事后也证明,西施和正淡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但是他们两个却都没有得到善终 吴国灭亡之前,正淡被杀死于吴王公 而西施则被勾剑陈江而死 至于西施功成名就 和范黎范州西湖之说 只不过出自于后世之人美好的想象而已 西施被陈江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以勾剑的人品和手段,他绝对干得出来 比如中兴耿耿,且六大公的文种 都被勾剑狠心地刺死 更何况西施这么一介女子呢 其实文种和西施被杀 以及范黎归隐 是关勾剑夫妇的一件隐秘之事 范黎对勾剑的评价最贴切不过 飞鸟进,梁宫藏 狡兔死,走狗喷 岳王为人长紧鸟绘 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享乐 勾剑对自己能忍 对别人则是狠 即便是自己的结发气死也不放过 为勾剑复国成功 付出牺牲了第三位女性 就是他的王后,雅瑜 越国灭亡后 雅瑜随勾剑一起到了吴国 并且陪着夫君一起度过了 三年为奴为仆的生活 在此期间,他悉心照顾勾剑 不离不弃,毫无怨言 彼时的勾剑虽然已经成为阶下囚 却时时刻刻渴望着东山再起 他蒙蔽了吴王夫差,却瞒不过吴子虚 吴子虚始终对勾剑不放心 以至怀疑他是在演戏 根本不是真心臣服于吴国 于是吴子虚就向夫差提议 要试探一下勾剑 某一日,夫差来到勾剑的住处 看到勾剑的王后雅瑜 竟然也是一位姿色过人的大美女 立即要求她洗漱打扮之后 去侍奉晋国使臣三天 至于侍奉晋国使臣 是不是夫差的借口就不好说了 夫差走后,勾剑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 这就是赤裸裸的羞辱 但凡是个男人都无法容忍这样的耻辱要求 然而勾剑的最大长处就是人 不过表面姿态还是要做一下的 他随即表示 就算杀了雅瑜也不能让他去 但是这最终只是做样子而已 如果不答应夫差 他勾剑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能忍的不只是勾剑 还有范利和文种 这两位很是配合的劝了一下 勾剑就不再说什么反对的话了 而曾经高高在上的雅瑜 肯定不愿做这种事 但是架不住勾剑的苦苦哀求 最终他深明大义的答应了勾剑 宁愿忍受屈辱也要完成丈夫复国的大业 历史上没有记载这三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也许事后雅瑜想用自杀的方式以权明解 可是他没有 而且还跟随勾剑一起回到了越国 与丈夫一起卧心尝胆 奋发图强 甚至带领越国女群众耕之劳作 使越国很快又恢复了缘起 然而当勾剑复国之后 很有可能是担心王后雅瑜那件事被泄露 所以才将很多知情的功臣杀死 甚至包括雅瑜本人也要灭口 一位勾剑绝不会让人知道 一位国君会干出这样羞耻和卑劣的事情 有人说雅瑜是自杀而死 这话我不反对 也许当他从吴王宫返回时 确实想过自杀 但是当一个人迈过心理上那道坎之后 就绝不至于再去主动寻思 更为重要的是 在春秋时期 人伦道德远远没有达到后世那样严谨的范围 更何况他是被逼无奈 在丈夫同意的情况下 做出了所谓的牺牲 所以一切证据都表明 勾剑为了抹去心中的耻辱感 而杀死西施 刺死文种 逼雅瑜自杀 范林因为看透了勾剑的为人 所以早早的就离开了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 是勾剑将西施偷偷带回越国 准备纳入后宫 而雅瑜担心西施威胁自己的地位 遂将西施杀害 勾剑怒起他的做法 刺死了雅瑜 不管真相是什么 总之在勾剑的心中 无论是忠诚还是女人 都只不过是他复国的工具而已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 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